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说到快乐和仇苦并且颠覆了传统观念这两个似乎相反两极的情绪 如同往常一样 他从一个出人意料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 在他的谈话之后的正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他会在日常生活里支持你与生俱内那份自然快乐的品质 欧修的动建 为什么快乐会这么困难 受苦可以带给你很多东西 而快乐是没有的 相反地快乐带走了你很多东西 实际上快乐带走你曾经拥有的一切 你曾经所有的一切 快乐会摧毁你 受苦滋让你的自我 而快乐基本上是一种无我的状态 然后这个就是问题了 这个是问题的癥结所在 这个就是为什么人发现自己很难快乐的原因 如果你能够了解这一点 那事情就会变得很清楚 受苦令你显得特别 而快乐是一种宇宙性的现象 它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树木很快乐 动物很快乐 雀鳥很快乐 除了人之外 是整个存在都是快乐的 透过痛苦 人类因此而变得非常特别 与众不同 当你生病 沮丧 或者痛苦的时候 你的朋友会来探你 慰问你 安慰你 当你快乐的时候 那么同样的朋友会妒忌你 当你真正快乐的时候 你会发现全世界都在反对你 没有人喜欢快乐的人 因为快乐的人会相对他人的自我 其他人会开始感觉 你快乐 我仍然在黑暗里面 还在痛苦和地獄中爬行 我是这么悲惨 你为什么可以这么快乐 看一看你的痛苦 你会发现其中有着一些基本的元素 一 它带给你尊重 人们会因此对你更为友好 其他人会同情你 如果你痛苦的话 你会有较多的朋友 这是一个奇怪的世界 从根本上来说 它是有问题的 事情不应该是这样 快乐的人应该拥有更多的朋友 但当你快乐的时候 其他人会开始妒忌你 他们不再对你友好 他们觉得受骗 你拥有一些他们没办法获得的东西 你为什么快乐 所以 好几个世纪以来 我们学会到一种微妙的机制 我们益压快乐 表达痛苦 记住这一点 你需要学习如何令到自己快乐 你需要学习尊重快乐的人 你也需要学习多注意那些快乐的人 这是对人类一种莫大的服务 不要太过同情悲惨的人 如果有人感到痛苦 帮助他 但不要同情他 不要令到他觉得痛苦 是没有一种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需要学习一种全新的语言 然后那种古老的腐败 人性才会改变 我们需要学习健康 完整和快乐的语言 这样是很困难的 因为我们对于痛苦 已经做了很多投资 这个就是为什么人 很难感到快乐 但很容易感到悲惨 还有一件事 痛苦是不需要才智 任何人都可以做到 快乐需要充为天赋 和创造力 只有具有创造力的人才可以快乐 令到这一点深入你的内在 只有具创造力的人才会快乐 快乐是创造力的副产品 所以就要创造一些东西 然后你会感到快乐 写一首诗 唱一首歌 跳一首舞 然后注意一下 你开始变得快乐 快乐需要充为 充为的人是叛逆的 充为是叛逆的 没有充为就没有快乐 只有当人充为的时候 他才能够快乐 全然地快乐 正心是释放充为的一种方式 你变得越是正心 你就变得越充为 但请你记住 我想的充为不是智性 智性是愚蠢的一部分 充为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现象 它与头脑无关 充为是来自你内心最深的中心 它从你的内在涌现 透过它其他部分都会开始滋长 你变得快乐 你变得富有创造力 你变得叛逆 你变得勇于冒险 你开始爱上那种不安的感觉 你开始朝着未知探索 你开始生活在危险之中 因为那是唯一一种生活方式 你决定我会充为地过我这一生 我不是一个模仿者 我会根据自己的本质来生活 我不会接受爱在的指示和命令 为了做我自己 我愿意承担所有的风险 但是我不会成为报名中的一份子 我会走我自己的路 我会找到自己的道路 我会在真实里面走出自己的路 就是迈向未知 你已经创造出那一条路 那条路不是现在就有 但是透过你的前进 你创造了它 从为让你勇于单独 从为让你具有创造力 那是一种强烈的动力 一种莫大的饥饿感 令到你去创造 唯有这样你才会感到快乐 你才会喜乐 第十四日 如何停止批判人们 今天澳洲的演讲协助我们了解 最重要的一件事 是看到我们为什么会批评其他人 还有我们是怎么批评其他人 现在如果你不做任何思考 就好像一块镜一样 对着某样事物 那是观照 一种不带批判 被动性的觉知 因此批判只会经由过往经验 和过往评估而存在 距离至于一个人的信念 意识形态和概念 只有当过去被带到来当下的时候 思考才会是可能 那是一种活跃的状态 你是有所作为的 我们需要记得 观照是一份被动的觉知 它不是批判 你不批判 这个是好 这个是坏 因为当你做出批判的那一刻 你就不再是一个观照者 如果你说这件事是好 或者这件事是坏 那你已经脱离了观照 你变成了一个法官 我们也需要记住 不单单文字是一种批判 语言本身已经充满了批判 它永远没办法是公正 当我们运用文字的时候 我们已经做出了评判 同时也都为开放性的头脑 创造了障碍 在今天的正心里面 我们会探索 如何透过简单的呼吸方法 令到批判消失 欧修的动建 如何放调批判 你不需要停止 或者放调对其他人的批判 你需要了解的是 为什么你会批判 以及你是怎么进行这个批判 你能够批评的只有行为 因为你能够看到的就只有行为 你没办法批判这个人 因为你有一位人隐藏在后面 它是一个迷 你能够批判一个人的行为 但你没办法批判一个人的存在 行为是无关紧要的 而透过行为 你批判一个人是不对的 有时你刚刚看到一个男人在笑 这是他表面上的行为 但内在深处可能觉得悲伤 实际上他可能因为悲伤而微笑 他不想向其他人显露他的悲伤 因为为什么要向其他人显示自己的伤口呢 为什么呢 这样令人尴尬 所以他的微笑可能是因为他内在深处 仍然在哭入 因此你首先要了解的第一件事是 你能够看到的只是一个人的行为 而行为并没有多少意义 真正重要的是行为背后的人 而你不了解这个人 你的批判只会是错 而你自己也都知道这一点 因为当人根据你的行为来批判你的时候 你都会经常觉得 他们对你的批判是错误的 你不会根据自己的行为来批判自己 而是跟自己的存在来评判 所以每个人都觉得 所有的批评是不公平的 你认为批判是不公平 因为对于你来说 你看到的是自己的存在 而且这份存在是那么显著 以至于行为是那么微小 行为他没有办法定义任何的事物 他只是暂时性的 你对某个人说了几句话 然后他觉得很生气 但是不要透过他生气来批判他 因为他可能只是暂时性的闪现 他可能是个很有爱心的人 如果你透过他的愤怒而批判他 那么你的批判就是错误的 在这个时候 你会根据你的批判而行动 你会一直在那里等着他发脾气 你会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很容易发怒的人 你会避开这个人 这个时候你都错过了一个机会 永远不要根据人的行为来批判对方 但是行为又是你唯一可以看到的部分 所以应该怎么做呢 你不批判 慢慢地令自己越来越意识到存在的丝密性 每一个灵魂内部的存在就是这么丝密 没有人能够看穿 即使你爱一个人 但是他内心最深处的核心仍然是丝密 那个是人所具有的尊严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人是有灵魂的 灵魂意味着一个永远不公开的部分 它有一些部分永远是深沉的 深藏在某种傲秘里面 就爱在而言 这个是我们能够批判的 但是根据爱在而做出批判 它永远都是错误的 一次有一次地看到这一点 一次有一次地了解到这一点 一次有一次地深入其中 然后你不需要放掉批判 它自行就会落掉 只要关照 每当你批判的时候 你的批判是愚蠢的 你的批判跟对方这个人并不吻合 你的批判只会适用于他的行为 然而只评判对方的行为 是一种断章取义 因为你根本不了解这个人的一生 这个就好像你是从一本小说里面 私下其中一页 你看了这一页之后 然后根据这一页来批判这个小说一样 这样是不对的 是断章取义 这一半小说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 你可能结取了的是其中父向的部分 丑陋的部分 你不了解任何一个人的整个人生 在你见到这个人之前 他已经生活了40年 他有40年的背景在那里 你离开之后 他还会继续生活40年 那40年的背景也会在那里 而你见过的那一面 只在这个人人生生命中其中一个片段 然后你因此批判他 这样是不对的 是愚蠢的 你所做的批判 跟那个人根本毫无关系 你的批判所显示出的 比较是你这个人的状态 而不是对方 所以耶稣说 不要批判 以免被审判 你的批判是显示出你这个人 而不是你所批判的那一个人 因为你无法得知他的过去 你无重了解他的存在 没有任何前因后果 只有短暂的印象 你的诠释会是对你自己的诠释 它所显示的是你自己的状态 看到你一度 批判就会消失 第十六日 透过各知而放松 在欧洲的话语中 经常有一个关键词是了解 在我们试着透过看电视 喝酒 或者度假来放松自己的时候 今日所扎入欧洲的动建里面 它协助了我们了解 我们一开始是怎么制造出 绷紧和焦虑 为什么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和头脑 为什么我们无法 在无外在工具的情况之下放松自己 澳洲一步一步地引导我们 了解放松是如何由外而内发生作用 今天的正心令到我们知道 如何把控制需要放到另一边 它是造成绷紧的主要驱动之一 并且允许自己放下 澳洲的动建 门徒问澳洲 你可不可以多说一些关于放松的事情 我觉知自己内在深处的核心里面有一种紧张 我怀疑自己可能从来都不懂得放松 澳洲说 全然的放松就是最终极的 现在你无法全然地放松 在你内在最深的核心里面 那份紧张会一直持续着 令到自己开始放松 从外围开始 那个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我们只能从自己现在所在之处 放松你的身体 放松你的行为 放松你的行动 以一种轻松的方式行走 以一种轻松的方式吃饭 说话 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来傾听 让你的每一步都慢下来 不要匆忙 不要着急 令到你自己移动的方式 就好像你拥有永恒一样 事实上没有开始就不会有结束 我们一直都在 我们也会将一切留在这里 认识会不断改变 但本质不会改变 服装会不断改变 但灵魂是不会的 紧繃意味着匆忙 恐惧 怀疑 紧繃意味的是一种不断保护自己 确保安全的努力 紧繃意味着为明天或来世做准备 害怕自己明天没办法面对现实 因此我要先做好准备 紧繃意味着过去的你 还没有真正生活过 只是虚度一场 它还是挂在那里 它还是残留住 它围绕着你 关于生活 你要记住一件非常基本的事情 任何没有真正活过的经历 都会在你周围徘徊不去 它会持续不断 完成我 经验我 令我完结 你需要从外围开始放松 第一步要放松的是身体 尽可能地记得 看着身体的内部 你的身体上是否攀带了某种紧繃 颈部 头部 或者脚 有意识地放松它们 就是来到身体的各个部位上面 闭上眼睛 来到身体紧繃的部位 有劝它 带着爱意去跟它说 放松下来 你会很惊讶地发现 如果你带着关爱 接近你的身体任何一部分 它会傾听 它会跟随你 它是你的身体 闭上眼睛 回到身体的内部 从脚趾到头部 寻找任何紧绷的部位 然后跟这个部位说话 就好像跟你的朋友说话一样 令到你 跟你的身体 可以开始有所对话 叫它放松下来 告诉它 没有什么需要害怕 不需要害怕 我在这里照顾着你 你可以放松下来 慢慢地慢慢地 你会学习到这种窍门 而身体会慢慢放松下来 然后往前再进一步 再深入一点 告诉头脑子放松下来 如果身体倾听了 那么自然地头脑都会倾听 而是你不能从头脑开始 你需要从根本开始 你不能从中间开始 有很多人从头脑开始放松 然后他们失败了 他们会失败是因为 他们从初五的地方开始 每件事情都应该 按照正确的顺序来进行 如果你能够 令到身体自动放松下来 那么你都能够 帮助头脑自动放松下来 头脑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现象 一旦你开始有自信地 令到身体倾听你的话 你会对自己拥有一种新的信任 然后甚至连头脑都能够开始倾听你 对于头脑 你可能需要花多一点的时间 但是也会发生 当头脑放松下来之后 接下来你可以放松你的心 放松你的情感 情绪世界 那个是更为复杂和细致的部分 但现在你能够带着信任前进 你对自己充满信任 现在的你知道这样是可能的 如果身体能够放松下来 头脑都能够放松下来 感心都可以放松下来 只有当你完成了这三个步骤之后 你才能够去到第四个步骤 现在你就能够会多你 存在最深的核心 在那里超越了身体 头脑和心 那里是你整个存在的核心 你会能够让它放松下来 而你一份放松会带来莫大的喜悦 最终的狂喜和接受 你会充满了喜乐和欢迎 你的生命会开始拥有舞蹈的品质 在这个急速紧绷的世界里面 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 可以令到自己放松的方法 停下来给自己休息一下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分享 告诉我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分享其他 拜拜